好 今天強烈大陸冷氣團呢 依舊是持續影響台灣 雖然它最冷的時間點是在昨天晚上到今天 清晨已經度過了 不過呢 今天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的高溫 還是沒有超過20度 大約是來到17到19度 至於整個西半部是可以看到陽光露臉的 天氣相對是比較穩定一些 高溫方面大約是22到25度 不過呢 到了明天開始 其實清晨還是要特別提醒您 早晚溫差依舊是比較大一些的 尤其呢 在北部還有東北部地區呢 有可能還是會來到10度以下 真正整個冷氣團要慢慢減弱的時間點 將會落在明天的上午才開始 所以明天白天呢 整個溫度會略微的上升 但是還是有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所以北部還有東半部 整個溫度上面可能略升個1到2度而已 整個升溫的幅度並不是太大 而且呢 警戒而來到了下禮拜一上班日呢 溫度又會有所變化了 因為呢 風面通過之後 警戒而來 東北季風就會增強了 一路下來呢 又會有冷氣團將會報導 而且影響的時間點會到下週三 所以預計到了下週四之後 整個溫度才會陸續的回升 接下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到底這個冷氣團會達到多強烈呢 後續都還要再持續的觀察 最後就是要帶你來看到水氣方面了 其實呢 整個禮拜六還有禮拜天水氣都算是偏少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 明天下半天開始整個華南水氣會逐漸的移入 所以呢 慢慢的可能在中南部的山區也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而警戒日來到了下週一 可以發現到整個降雨的範圍非常的擴大 就是因為風面通過之後 讓這個北部好東半部持續猶豫以外 中南部也會有一些短暫雨出現 不過到了下週二 下週三 冷氣團持續影響 但是降雨就會逐漸的趨壞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